來到最後一種MC向 也是很淺的 叫銀行的三級制 我們會看看究竟它有什麼叫三級 就是銀行會有不同類型的級數銀行 最常見的就是磁牌銀行即匯豐渣打那些 因為它做什麼都行 沒有任何限制 是無限的 什麼叫無限? 即是存款的金額不限利 存款的期限都不限利 所以什麼都沒有不用理 如果我們是說有限制牌照銀行 這個叫有限牌照銀行 最後就是接受存款公司 這兩種你不要理會是什麼 你總之理解有兩個不同的名字 有限制限什麼呢? 限存款金額 50 萬 但時間不限 不過存款金額最低就會高些 接受存款公司它就寬闊一些 對於存款金額10萬 不過限期要三個月或以上 這個情況我們會多數去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叫53 什麼叫53 一個井字 50 10 和3 就幫我們去記下原來這個 第一個 牌照銀行什麼都沒有限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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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著如果是有限制牌照銀行就是50萬 好 如果是接受存款公司 10萬加3個月 OK 我叫53 那你重新記住 好 先去試試 好了 這裏 銀行三級照 三級制 OK 好 我們看看這裏它就說 喂 它有40萬存款為期五個月 OK 那接著誰是可以接受它的? 好了 只有這三個 擺明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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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 有三個月夠 所以現在就是次牌銀行和最後接受存款公司是OK的 所以就會是二和三是OK 答案就是C 然後再來一條 這裡可轉用存款證而傳入八萬元為期兩個月 究竟他會接受誰呢? 他這裡有解釋的 我們仔細看一下 接受存款公司有限制有限制 OK 接著有些是可以有些是不可以 哇 這個是好考你審題多過你本身的概念 好了 接著最後還有次牌銀行是不可以 好了 看一下 OK 五十十三 夠不夠五十和十萬呢? 不夠不夠 所以有限制和接受存款公司是不可以接受 所以A和B說可以拜拜 OK C 由於存款期少過五十萬 所以就不可以接納他的存款 喂 應該是存款額 這裡打錯字 小國應該是對的 因為不夠五十 OK 似乎是對的 那 D 是錯什麼呢? 他說沒有出售可轉用存款證 錯 次牌銀行什麼都有 所以拜拜 OK 答案就是C 去到這裏所有的貨幣銀行的基本題型出光了 比較長 但非常值得投資 無論是MC 還是SOCRAT OK 因為很有機會怎麼會遇到其中一條 OK 的題目 大家加油